前段时间 妹妹说中文 因为想留着他们下一张专辑用 郭德纲讲英文相声的视频 火爆全球 然而这些都不是他们本人在说 而是AI合成的 现在利用AI工具 我们一键就可以把一个视频翻译成全世界各种预言 而且嘴型还可以跟你的声音相匹配 却根本不需要重新录制 这种玩法 无论你是做跨境贸易 多语言自媒体账号 还是短剧出海 视频二创 都完全能用得上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将分享四款免费适用的AI视频翻译软件 我会详细演示各个软件的界面和操作方法 并为你提供详细的对比报告 此外我还额外介绍两款字幕翻译和网页翻译的小工具 让你啊 无需自己翻译 就能一键上中英文字幕 好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首先什么是视频翻译呢 和过去啊仅翻译视频字幕不同 现在通过AI 我们可以把本人视频中的语言翻译成其他语种 并改变视频中的口型来匹配新的语言 有些软件还能保留原视频中人的音色 在过去如果你想要做一个这样的视频 就得二次配音或者寻找当地的主播重新录制 要么视频观感不佳 要么制作成本特别高 但现在用AI一分钟就可以搞定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对比四款软件 看看哪款更适合你 视频翻译是简映最近刚刚新上的功能 无论是电脑端还是手机端都可以用 在他们的上方推荐栏这里可以找到 或者呢在编辑界面 点击这个视频后 在音频这一栏也可以找到它 功能使用的交互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在这里点击它上传视频 选择原始语言和需要翻译的语言 现在简映仅支持中、英、日三种语言的翻译 但我想想以后一定会更多的 然后去翻译 如果你是首次使用 它会需要你录一句话 用于训练你的声音 这也就是说无论你上传的是谁的视频 最后翻译的成篇都是用你的声音说出来的 实际上也是通过这个限制 让你只能上传自己的视频 避免使用他人的形象 从而呢规避版权方面的风险 稍等片刻后它就生成了 为了对比更加明显 我就把效果放在最后了 大家记得看下去哦 这个平台它的slogan就是免费创作另一个你 所以这里的功能都是克隆相关的 包括数字分声、声音克隆、视频翻译这三个功能 今天的视频呢我们主要介绍视频翻译 点击这里上传一段视频 大家试用的时候请注意 每秒视频翻译需要消耗12个积分 初次注册它会默认送500个积分 所以大家如果是初次尝试的话呢 可以生成40秒左右的视频 我建议如果你只是想要测试效果的话呢 可以先把视频解短一些 如果你对效果满意再购买会员 除此以外飞影对上传的视频也有限制 无法上传名人视频 估计也是为了避免版权方面的风险 继续回到这里 我们选择视频的语言和目标翻译的语言 和简音不同啊 这里的语言选择就很多了 我数了下有14种 基本上是涵盖全球比较热门的语言了 然后开始翻译 飞影的优点在于 它的视频翻译会学习语言篇的声音 也就是说你只要上传的不是名人视频 其他的视频都是会用它语言篇的声音 来说另外一种语言的 突破了简音这种只能上传你自己的视频 只能用你自己的声音 去表达另外一种语言的限制 这个网站也是一个比较集成化的平台 除了视频翻译以外 还有像视频去文字 视频去虫等功能 如果你想做二创视频的话 可能可以用到 我们依然看视频翻译这里 首先选择翻译视频的语音 然后选择视频的语种和目标语种 共支持31种语言 除此以外和简映使用你自己的声音 非你学习远视频的声音不同 鬼手剪辑仅能用它提供的这些配音类型 接下来是选择将原视频完全禁音 还是保留原视频背景音 比如你原视频有BGM等 就可以选择保留 然后是字幕的样式和大小 全部配置好以后呢 上传视频即可翻译了 每生成30秒视频会消耗三个点数 它默认给了9个点数 也就是可以生成三个视频 需要生成更长视频的话呢 可以购买点数 这一款也是有一些适合视频剪辑人员的智能工具 但我们呢还是主要对比视频翻译这个功能 登录进去以后啊 只需要上传视频 然后选择原视频及目标视频的语言即可 这款软件呢支持免费生成三个视频 130多钟预言 整体来说呢 这款软件和之前的飞影是最相似的 因为啊它翻译的视频也会学习 原视频的声音 而且它还没有对名人版权的限制 那生成好以后呢 它这个界面非常特别是支持编辑的 比如你认为它默认翻译的这个文字语法不对 或者你想修改都是可以的 改完以后呢应用它就OK了 不过啊它这里仅仅是翻译了声音 如果你需要嘴型匹配的视频得升级会员 但不得不说它这个订阅啊还挺贵的 最便宜啊一个月也要60美元 好现在呢我们就把四款软件翻译的成片视频放在一起 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是莫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赚被动收入 你认为哪个效果更好呢? 最后啊我把四款软件的对比情况整理成了一张表格 包括支持翻译的视频时长 语言数量翻译的效果等 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暂停这个视频 不过说明一下这个对比由偶然性和主观性仅供参考 那除了视频翻译以外呢 我也给大家介绍两款字幕翻译和网页翻译的AI工具 如果你觉得上面这种视频翻译的效果不太稳定 或者太麻烦 你也可以试试看只提供中英文双字幕的视频 像我们常见的电影字幕 这一类视频啊根本不需要你自己去翻译 用网易键外就可以一键生成 登录进去 在这边选择新建项目 共有八个功能可以选择 那视频翻译呢就是我们等会会重点介绍的功能 其他功能也都适合各类翻译场景 大家有需要呢可以试试看 我这个视频就不一一介绍了 选择视频翻译填写项目名称并上传视频 选择翻译语言 这里只支持中英互译 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生成了 生成好以后也支持进行校对 全部完成后导出即可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我们导出的是srt文件 也就是字幕文件 你可以把这个字幕文件导入pr或者简印 然后对字幕样式等进行二次编辑 这个呢是一款浏览器的插件 安装好以后 只要遇到你想翻译的网页 直接点击它就可以了 包括看外语的资讯网站 或是社交平台 除此以外呢它还支持双语字幕 直接在YouTube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按钮并开启 如果你需要阅读PDF论文这些 外语实在看得头疼 这个小插件也可以帮忙 大家尤其是翻译人员 看完是不是感到会有一些恐慌 我未来是不是要被AI取代了 而我认为呢未来淘汰你的不是AI 而是会用AI工具的人 用好AI工具不一定是替代 而是帮你提效 除了AI翻译 我在我的AI商业实战攻略课程里 还分享了更多的思路 比如AI工具的使用方式 AI如何替你减轻工作量 如何帮你打造个人的IP等等 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视频下方 说明栏里的课程链接 查看课程 还有三节免费虚听课 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